在我擔任總統期間 我有幾個重要的政策 第一個是國家安全 也就是要讓臺灣的每一個國家的安全層面都能夠強化 這樣我們國家才能夠有一個好的基礎 來堅持我們的價值 另外一個重要的政策 也是我的改革項目 就是司法改革 這一條路是非常困難的一條路 但是我們一路走來 我要感謝行政院 政府委員羅秉承 讓我們的律師法 這是由此以來規模最大的律師法的修正 能夠成功 更高興的是在律師節的這一天 可以跟大家聚在一起 這是我做總統以來第三次 參加我們北律的律師節慶祝大會 這些年來 因為大家的付出和辛勞 每一次我們相聚的時候 在司改的工作上都有一些進度 可以一起來分享 真的感到非常感謝 感謝各位在我們司法改革的這條路上 我們得到大家的支持 去年底我們完成了律師法的修法工作 這整個修正案的推動 花了將近14年的時間 也做了歷來最大幅度的修正 這項歷史性的任務 對於律師界的發展 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現在我們正站在推動重大變革的關鍵時刻 不論是對於全立會的運作 或是國民法官制度上路前的準備 都將決定司法改革的目標 能不能落實 成效能不能回應人民的期待 各位律師先進好朋友 如果對我國的人權制度 法制發展 或者是司法改革 國事會議的決議執行 有任何的建言 我們都歡迎隨時向政府來反映 司法改革還在轉型期 我們會持續的傾聽各方的意見 不會停下腳步 希望有各位的支持和協助 讓我們並肩同行 一起同行 最後 祝福今天的大會圓滿成功 各位律師先進 歷史節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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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